1922年,溥仪和婉容大婚 锦太妃给婉容送去了几名颇有经验的太监 孙小婷就在其中 孙小婷晚年接受了采访 期间透露了很多皇宫秘闻 婉容不管冬夏每天都要洗澡 她洗澡的方式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孙小婷也透露了这一点 娘娘洗澡时全程不动一点手 她坐在那儿全由宫女们伺候 另外,婉容睡觉从不关闻 孙小婷非常同情婉容 每次轮到她夜晚当差时 她都打起12分的注意 甚至为了防止大瞌睡 还在鞋子里放上苍儿 孙小婷要关注婉容方方面面的事情 并如实向溥仪报告 孙小婷在婉容身边当差两年多 直到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孙小婷是幸运的 在婉容身边当差除了俸禄之外 她还得到了一些赏赐 这让她得以在北京的一座寺庙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孙小婷得到了负责 北京寺庙管理的工作 一直工作到退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